大家好,我是譚琦琦,Kiki 你現在看的是立場新聞 我不介意說自己是雙成年 但很多人都覺得 為何你會這樣說出來 我十幾歲的時候才知道 我說完都沒有人理我 大家當我吹水 但我覺得兩個長頭髮女孩 是很漂亮的事情 我也挺喜歡巨語 很有女人味 要S型的 要很純的 你不可以有巨語,但沒有屁股 我有曾經短暫導過TV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當時原來是TV 他們以為我是一個短頭髮的女孩 但當時我是 其實心裡人都挺喜歡女孩 有曖昧過的同一些女孩 但不會開花結果 我不會後悔自己說過的話 我講得出來 就是我想過才說的 我不是那些我沒有腦子 我衝出來塵 可能我以前有些經理人 或者我有一些朋友 都很善意地提醒我 就說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去派對 不要說那麼多 關於性格的事情 不要說髒話 不要說你的戀情 其實很多事情都會叫我不要說 但我全部都不理 我又沒有什麼介意 你怎麼說我 因為你說我 從10年前的YouTube影片 到現在都剛剛好十周年 都要慶祝一下 一秒鐘十年 我還沒死 我還是要怎麼說 你會有什麼問題 我還是有什麼問題 我還是要是自己的 我還是要不得 你不要誇了 你呢 感谢观看